一般來講 帶了一批那種特殊的顏料回來 然後我就是在它的背面做色彩電話 所以其實可以玩的東西還蠻多 然後這個第三種熱功就是油雲珠 那我也有學生在做這個 那我接下來講熱功就是項嵌的部分 這個都是工作室的一些作品 然後這個就是跟這個木作結合 好 跟木作結合 跟你寫 其實我這張圖是一個金剛老師 在我工作室上那個紙袋 它種的是真的仙人掌 然後我是把它變成玻璃的仙人掌 然後呢 船湖挖大做了一個窗 就是本來這裡還在做一個氣球 然後就是那個小貓咪看到那個氣球跑上去拉 就是變成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擺件 然後這個都是光屋系列 好 這是我們家的窗戶 我剛開始學這個的時候啊 我個人就是很...